瀕臨絕種的帝王蝴蝶是地球上唯一的遷徙性蝴蝶 遷徙距離長達4500公里 最近一份報告顯示 帝王蝶的覆蓋數量在去年12月達到2.84公頃 相較2020年增加了35% 滿山滿谷的蝴蝶翩翩飛舞 如同電影般的壯麗情景 位於墨西哥的帝王蝶谷 最近一份報告顯示 這些瀕臨絕種的美麗生物數量正在逐步增加 黑白橘三色鄉間的帝王蝶 展翼後的寬度約為10.4公分 平均生命只有4到5周 而自秋天破湧的 越冬世代帝王蝶肩負長達4500公里遠的遷徙使命 從加拿大 美國遷徙到溫暖的墨西哥 壽命可達8個月 在追蹤蝴蝶數量上 生物學家並非計算個體數 而是採用覆蓋數量 以蝴蝶聚集在樹枝上時 所覆蓋的面積計算 2021年12月在墨西哥中部記錄的帝王蝶 覆蓋面積達2.84公頃 高於2020年同月的2.1公頃 儘管如此 仍與1990年代中期所記錄的覆蓋率 近18公頃 又不小的差距 帝王斑蝶的未來還有諸多挑戰 包括氣候變化 非法採發 以及提供他們產卵的植物 置意稀缺等 正在吃 Cristo 秋天 龐 是 蹤 年 將 弊